惊险直擊來看到的是 黑幫擁槍自重到處逞兇鬥狠 有民眾在網路上跟幫眾對槍 沒有想到大哥幫忙出頭 料人當街把對方四肢砍傷 甚至想要退出幫派也不行 立刻遭到棍棒伺候 26歲的會長有日趕 警察要上門了 還在棠口放了兩把槍 隨時準備火拼 而警方突襲歹人 現在遭到法院裁定擠牙 遠景破門攻堅直倒黑幫據點 成員在睡眠中驚醒 根本反應不及 這下囂張氣焰不在 黑道風啟輝分子非常惡劣 即使幫眾跟人在網路上嗆瞎 同樣撈人去尋仇 去年9月一名少年 只因為理念不同 跟他的手下成員在網路上 唇槍舌戰互槍輸贏 說要掃堂滅會 會長為了討回 顏面就帶著一伙人池 開山刀埋伏為毆 把少年雙手及手臂 砍到奪出受傷 更惡劣的是如果有人想要脫離黑幫還會遭棍棒伺候 會長似乎有預感警察總有一天會找上門還在堂口放置兩把槍試圖要火拼 多名嫌犯這下落網江湖上成兄鬥狠 終究在那個大跟鬥得乖乖面對司法審判 記著網站一般我幫家新北報導 吃荷掷 吃荷掷 吃荷掷